马上上场的这一位新闻联播的播音员 来吧 掌声欢迎千千君子康辉 欢迎康辉老师 先跟所有热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吧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康辉 谢谢大家 您的两位战友赢得了两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如果我们的公益基金能够更多一些的话 可能能让他们这卫生间的条件会更好一些 那来吧 我们一起加油 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机 第一扇门已经做好准备了 请按响门铃 加油 请按响门铃 那行了 你可以下载 其实歌好像熟但是名字 你让我想想啊 你别提醒我 我什么都没说 我还想提醒你 这歌我记得前面最开始说了一段绕口令 什么什么什么扁的宽扁板凳长 扁单绑在板凳上的那个是吧 全世界都在学 歌名叫中国话 对不对 来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机 没错 中国话 棒棒的 不是这歌就是印象最新的还是绕口令 对 绕口令是我们上学的时候 学专业的一个必备的一个议和 板凳长 扁单香 放在板凳上 能对买一颜 买一次包装弯吗 莫斯科的古兴之一 爱想年轮每个大 各种颜色的皮肤 各种颜色的头发 自理念之说的开始 勉勤不化 多少年我们互联英文发言和文法 说几年换他们 整个学到学 人像趋务的变化 你们自己的名字 好痛的中国人 还有我们的中华 扁单宽 板凳长 扁单香放在板凳上 板凳不让扁单绑在板凳上 扁单偏要绑在板凳上 板凳偏不让扁单绑在板凳上 到底扁单快 传得长 哥哥弟弟偷想坐 不想望着一只鹅 不想留着一条河 哥哥说 刚刚的鹅 弟弟说 白白的鹅 还要过河 还要渡鹅 不知是哪个的鹅 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空腹子的花 越来越过几花 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我们说的话 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我们把掌声送给Honey Girls 谢谢蜜糖女孩 掌声送给她们 恭喜你收获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 接近 好 我觉得新闻联播的这六位波音员 应该是全中国中国话说的最好的人 对不对 不敢 因为所有的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尤其做新闻主播的 那么普通话是肯定要达到一定的水準 到底好不好 我们先看一段短片 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康辉 从现在开始 我和大家一起来 尊重临时传扎 空腹子的这个情况 香港走过了十年的风雨 即将迎来回归祖国十周年的 这样一个盛大的庆祝的节日 收业部队已经集结完毕了 现在呢 27个装备方队和11个徒步方队 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长安街上 一字排开等待检阅 中区第四排 康辉 总理您好 我这个问题呢 是关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 我们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 怎么样与之相适应相匹配 确实现在呢 应该讲我们的工作压力 每天还是挺大的 它单位时间之内 要求你的体力脑力的这种投入特别大 但是我想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 那就一定要做好 就是为这份职业 去付出你所有的这些努力的这种准备 否则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在这个地方呢 有大事在的时候一定有央视 有大事在的时候也一定能够看到新闻联播播音员主持人的身影 不然为什么在全台三四百个主持人当中 只有他们六个人能主持和播报新闻联播 那康辉老师我们继续开门 好 下一扇门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请按响门铃 第二扇两千元 我现在可以停了吗 可以 随时都可以停 怎么样 小妮妮太体贴了 是不是 这首歌很简单 但是我相信你肯定特别有感触 咱们先猜歌名叫做 难忘今宵 对不对呢 让我们期待 开门 跟我 这是开门大吉 跟着我的节奏走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没错 难忘今宵 难忘今宵 不论天涯 谁 没错 上海 北山 不住 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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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欢迎歌唱家 李古一老师 这首歌我觉得没有任何人 再有资格来我们的舞台进行演唱 太动人了 再次掌声送给李古一老师 谢谢 永远健康美丽可爱的李古一老师 恭喜康辉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谢谢大家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康辉老师 更本真更真性情的一面爆发出来吗 几乎就是通过春节联欢晚会 这个题材选得好啊 这每一次舞台上美丽绽放的背后 都是他们为梦想付出的汗水和心血 爱总能在最平凡的生活当中 书写最动人的传奇 我们要向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 各行各业的同志们朋友们 表达崇高的敬意 我第一次接到春晚通知的时候 因为是有一个剧组的女孩给我打电话嘛 那当时说我们决定今天你上春晚 哪天哪天你来开会 我第一反应绝对说这就是个电信诈骗 我哗就把电话挂了 真的挂了 真的挂了 然后后来那个号码又打过两次 我就每次都挂掉 然后拉黑 然后直到他又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说春晚剧组确实正式通知你来开会 所以你就想象得出来 我真的以前觉得我会跟这个舞台 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们真的不是骗子团伙 他们是认真的 但是上了春晚之后 确实觉得这是一个 刚刚讲新联播是一块神奇舞台 其实春晚也是一块神奇的舞台 跟想象当中的一样吗 真的不一样 就是一站在那个地方 你突然发觉就是你以前 所有的那些经验 所有你在职业当中 曾经经历过那些东西 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没有用了 都是直播呀 都是直播但是不一样 你说话的状态都会不一样 对 那我估计上了新闻联播 我的状态还是春晚那个状态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对 然后你还会这样招手 其实我们都是在默默的手稿 所以通过这一段讲述 大家一定会更加地了解 我们新闻联播主持人 播音员的工作 是何等的艰苦 但同时也充满了快乐 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 下一扇门 请按响门铃 好 加油 怎么样 小年你很贴心 这个真的是我们青春记忆当中 特别特别没有深刻印象的歌 什么歌 当年情 会唱吗 会唱 两句 拥着你 当初温情在永远 心里边 童年似习梦寐 梦寐 张国荣那首歌 英雄粉色那个电影的出品 这位河北香港朋友 真的是发音非常地标准 当年情确定吗 对 当年情确定 当年情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节 没错 当年情 好 轻轻笑醒 在为我心溫炼 你为我 雪一快乐 降天 轻轻笑声 漫长路快要走过 终于 走过面外前见 声声呼 呼约气 唱响日花放今次 我为你 往日笑面重远 轻轻笑声 共抬望眼看高空 终于 晴天又被为你 一望你 永远轻轻松点 心里边 走着梦一点 未改变 今日我 与你有诗见并见 当年轻 再度天上生死 谢谢 谢谢华弟 赵海华 彭子豪 李佳杰 三千元 我准备把这个到最后一万零五百元的时候再说 好 我同样也征集了很多观众对于新闻主播康辉的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专门问我的问题 专门问你的问题 好 康辉老师 您想过减肥吗 这是我自己家的问题 我正在减肥 您不要咬牙切齿可以吗 好 这个问题我很关心 最后结束的时候你们在整理稿子 偶尔还会说几句话 一般在说什么 其实真的只要是交流的话 99.9%都是和当天的工作有关系的 如果说我 我可能会说 这字幕怎么还没有飞完 结束了吗 你瞄一眼 好 还没结束 那我再整理一会儿吧 如果要是新联播的结尾的流出 让你做这么多小动作的时间 只能说当天的播出会出了一点问题 绝对不可能 时间的计算让你出了一点问题 绝对不能这样 好 来 下一个问题是 来 说到吃了 晚饭你们是在播报前吃 还是直播结束之后再吃 有人在播报前吃 有人在直播结束之后吃 播报前吃的人是不是心特别大 不是 播报前吃的人可能会觉得 自己吃饱了之后会更有劲头 你是 播报后吃的人可能会觉得 之前吃了血都在胃里 然后容易让脑袋发晕 您是 我是那个后者 所以每次联播结束之后再吃 来吧 下一扇门已经在等你了 准备好了吗 好 请按下门铃 加油 仔细听 简单 容易 看表情 要哭了 跟那个第一个歌一样 就是歌手名字 关键是名字 对 你可以唱出来 来 准备开始 歌曲也忘了 早知如此 何必开始 我还是原来的我 我还是原来的我 提琴的 对吧 提琴的 歌名叫做 我还是应该是原来的我 应该是 不是吧 早知如此 何必开始啊 我还是原来的 是原来的我 是吗 是吗 确定吗 原来的你 原来的我 我信大家 确定吗 好 原来的我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街 没错 原来的我 好 给我一个空间 没有人走过 感觉到自己被冷落 给我一段时间 没有人曾经爱过 再一次体会寂寞 曾经爱过却要分手 为何相爱不能相守 到底为什么 早知如此 何必一开始 我还是原来的我 早知如此 何必一开始 我还是原来的我 我还是原来的我 那是原来的我 早知如此 走吧 好 我们让康辉老师 接下来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 康辉老师现在的主持风格 是非常的沉稳大气 很成熟的那种感觉 但是刚刚进入中央电视台 第一次播新闻的康辉老师 是什么样 大家想看看吗 我才有年代感 我才有年代感 我这是 哪年啊 90年代 我们实习是92年 这是92年 93年的时候也是 各位观众您好 现在报告五件新闻 新华社消息 黄河流域广辟人文自然新景观 渴望成为继沿江沿海西南风景区之后的 又一条新的旅游热线 目前已开通20多条 为什么那么怯声声的 实习生 好神奇 康辉实习生打了个括号 那就是实习的时候 实习的时候 对 我们实习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新闻频道 只有一套有新闻 直播的新闻 只有中午的五天新闻 但是我听很多新闻频道的同事们说 其实做主播在生活当中最不容易的是 很多的主播都会在晚上做噩梦 就是因为压力的原因 对 对吗 你做过噩梦吗 做过 什么样的梦 我做过的有两个梦 是我做的频率最高的 一个梦就是马上要播出了 我突然发觉所有的字我都不认识 哇 对 就是翻字典也是差不多 所有的字都不认识 这是我经常做的一个梦 另外做的一个梦就是 马上要播出了 我怎么也戴不上我的隐形眼镜 因为我是高度近视 我上班的时候都要戴隐形眼镜 然后于是我就看 就是即使把稿子拿到这儿 我都看不清楚 就这两个梦我经常做 最怕什么就做什么样的梦 是吧 对 这是你的两个点 对 而且我们很多同事 几乎大家都做过的梦 就是误班了 误班了 就是一睁眼突然发觉 已经到了播出时间 自己还躺在床上呢 其实这些噩梦 它可能会扰了你的生活节奏 但是它同时就像一个闹钟一样 时刻地藏在你的心里 时刻给你警醒 在开门大吉也会做噩梦 比如说你按完门铃之后 你那是不认字啊 你按完门铃之后 根本听不出来这是什么歌 然后你积累的五千元的家庭梦想 基金 准备好继续前进吗 刚才他们两位都到一万元了 我总不能低于他们吧 对 要么就超过他们 要么一分钱没有 无所谓 然后 我相信我可以 请按响 门铃 加油康辉 第五扇门 其实 其实一边说着相信自己 一边有点干颤 这歌 我这歌 我就不信你能说出来 什么 叔叔叔阿姨们一定都知道这歌 什么歌赶紧告诉我 老歌老歌老歌叔叔 等会儿让我把那旋律的冲 春风她吻上了我的脸 没意思 不干了 确定吗 确定啊 歌名叫做 春风吻上我的脸 他吻上我的脸 有没有他 没有 没有啊 有没有 没有 好 春风吻上我的脸 对不对 春风 我信你一次 春风吻上我的脸 没有 那我放心了 让我们期待 开 有没有 门 有没有 打 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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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有没有 成功了 下雨 跳 春风吻上了我的脸 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春天里处处花整夜 别让那花些年又一年 别让那花些年又一年 像吧 太像 尤其是神态 还有动作 想送给黄霄 谢谢黄霄 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春风吻 没有吻上我的脸 恭喜康辉 收获了 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现在呢 齐平了 目前为止三位主播 他们得到的家庭梦想基金 都是一万元 让康辉好好考虑一下 他到底要不要继续前进 我还有问题 抱歉 我今天问题太多了 刚才说到 新闻联播的主持人 播音员 他们的日常工作压力非常大 甚至有时候紧张起来 可能晚上会做梦 噩梦啊 睡不着之类的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 自己的放松自己身心的方法和方式 像我 因为家里养了两只猫咪 我也觉得 跟他们小动物 然后玩一玩 做一个交流 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方式 下一扇门 第六扇 一万五千元 现在一共是三万元了 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第六扇如果可以的话 是一万五千元 一万五 那就是说我现在需要决定一下 我要不要再往前走 没错 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还没有用 怎么办 你们俩说呢 加油 前进吗 前进 我因为我还没求助过 对 走了啊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请按下门铃 来吧 知道吧 好 现在全场的人都知道这首歌 大家不要说 看康辉知不知道 全场人都知道 这是大家特别耳熟蒙详 那小哥 当然了 来 你肯定知道 告诉我歌名叫座 我不知道 他思考问题来是这样 这一点头绪都没有 你可以求助 实在不行 可以求助 那你可以自己想一想 然后这位朋友 观众朋友 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人 好 那我们连线以后 给他来个惊喜 看看大家能不能认出来 来 他就是 凯丽老师 凯丽姐 对 我看见小妮了 我现在求助你 我拿你当成救命稻草 因为我们这个开门大吉 不是要赢工艺金 辅助工艺项目吗 我现在有一首歌 我听不出来了 我必须得找你帮我听一听 我知道因为你在音乐上很有造诣 我相信你啊 一定帮我把这个猜出来 急死我了 快快 那您听好了啊 3 2 1 开始 相亲相爱 相亲相爱 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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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明 相亲相爱 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首歌 我从来都演过 是吗 对 什么 欢家灯火是发败 在人里面 绝对是相亲相爱 相亲相爱是吧 好 好 姐 我信你 相亲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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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送给凯丽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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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 这歌真是没听过 相亲相爱 歌名叫做相亲 相亲相爱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相亲相爱 开门大街 对不对 对不对 星争 当然 尸是 山越 chink 民主 我 涌出桃茧与烂尾 这星海深归 旧洲的香蕊 一动险飞 若风轻轻吹 天下相亲与相爱 都深陷离乱心之城一脉 今夜万家灯火时 或许歌窗户梦中家精彩 天下相亲与相爱 都深陷离乱心之城一脉 今夜万家灯火时 或许歌窗户梦中家精彩 恭喜康慧老师 家里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 一万五千元 不是李万零五百 是一万五千元 加起来我们是三万五千元 加起来是两万五吧 什么两万五 你会不会算数 加起来他们一共赢得了 三万五 三万五千元的家庭梦想 基金 谢谢 超能女人用超能 感谢又天然叶子又生产的超能 喜悦业为康慧老师 送上了一万五千元的家庭梦想 基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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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